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的了 它差不多连接着上水地火车站和石壶区的位置了 要经过两边的人都一定是经过这里的了 新城路了 前面 我们有另一阵是讲新城路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由这里一直走对街尾新风路位置 我们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东宋路这边应该少些吉桃 但是这条街应该就会少些这些药庄店的 药庄店集中在新康街的平民里 我们有另外一集介绍新康街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药庄店的情况 现在仰宋版 这些药庄店都很普遍 看到这些药庄店 还有这些药庄店 现在这些药庄店的选择很多 现在这些药庄店的选择很多 这个药庄店也没有辞过 那这些药庄店 非常多人 新康街南 最多的藥妝店 最多的街 之前有一集 是拍攝新康街的有興趣 可以看看 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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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堂 沒什麼街鋪 走快一點 新都廣場 上面 龍心路另一邊 新都廣場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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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對呀 是島 裏面的人流也有不少 幾間茶餐廳也很多人 讓他們吃東西 加上水匯的舌頭 上水匯的舌頭 又有舌頭 有舌頭 舊樓的地方下跌 舊樓的總率會多一點 雖然這樣 但也看到有些人拖著桌子 也有些遊客 你說是不是有很多人呢 也不用了 像藥房一樣 你看到美裝店這裡 有幾間戒指頭就真的不太多 我看到而已 有幾間戒指頭就不太多 其實這裏又多一些賴劫客 舊時就有很多人喜歡在地下收拾一些貨 但其實這些場景現在也不太多看見 其實這些場景也不太多看見 新法街在這裏 差不多一段路左右 新公路位置差不多到 旁邊的湖村 旁邊的湖村 這裏又開了一間美裝店 旁邊的湖村 正確實在那裏 真的可以宜充 旁邊的湖村 旁邊的湖村 現在來到新風路了 拍攝多次龍心路 向著上水廣場的方向 今集到這裏 大家對這集有什麼意見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